既恭活佛慈禹,在家出家道化家庭 图瓦,你们有事业、学业还有家业 要真正做到二六时中,止于至善 本来就很不容易 七情俗爱不长久 数十年转眼就没有 古圣先贤,哪个不是抛弃江山 一心修行 徒儿啊 这人世间有多少的愁苦繁忧 你要让他如过往云烟 不沾染你的心灵,你们能吗 享福就是消福,吃苦就了苦 这样的道理,如果还不明白 想解脱自在就不容易了 在顺境中,咱们的志向要发的比别人大 不要说等孩子长大了 再来修道,半道 这样你留给孩子的福报就很有限 咱们要想想,孩子虽小 这时候的灵却最轻,身为父母的人 更要做榜样给他们看 走出你自心的枷锁 多行功了愿,多付出,孩子们多会看 都感受得到 这样 你留给子女的福报才是无限的 每个家庭成员的组合 都来自于缘分 能成为你的女儿 那是因为他与你有缘 如果不能成为你的女儿 他也会借某种姻缘 离你而去 所以 我们要有正面的想法 多一点体量与包容 巨石要珍惜 一旦失去了 要祝福 让每个缘 每回的相聚都有好的结果 夫妻有缘在一起同修 不管是顺是逆 都要一起走过 因为你们是修办路上 最好的伙伴 所以要时时记住对方的好 忘掉所有的不好 才能成就更多的导化家庭 幸福是内心的清净 不贪不忘 以及大慈大悲的言行 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 人人都可以得到幸福 人人也都应该幸福 但是要做自己的主人 才有资格掌握住自己的幸福 创造美好快乐的人生 这是애宝宅的比较 如居 Andy �天 南 PhD 謾